20年前 我算那是我的初戀喔 啊我就抱著一個常識的心 然後輸入他的名字 OMG 明明知道不可理 可是要把他牽丟的時候 好急喔 第二天呢 我就動直走啊 跟我老婆講了這個事情 那如果等他回去老婆也跟你說 我現在就要不三秒 我也跟他聽了 那跟老婆說完之後 老婆有說什麼 欸 老婆好像也在找他那邊播 哈哈哈哈 我因為那個新聞 真的是很感動我 我就有一個年往回 20年前 我算那是我的初戀喔 那他的電話我還在嗎 啊我就抱著一個常識的心 好 我就 我們那個手機不是有聯絡人的APP嗎 我就點開 然後輸入他的名字 OMG 三個懂大的字 因我演練 我整個百感交集 我想想說20年了 他現在也過得好啊 一個天呢 我就動直走啊 某老婆講了這個事情 嗯 也讓他明白說 嗯 莫荒夫妻 那個過去就是過去嘛 那如果等他回去老婆的意思 我現在叫你三秒 我會跟他聽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覺得夫妻相處 一個親人包容啊 不要玩這種幼稚的遊戲啦 好 也不需要那個說 好像說要不如要去過去 新歌我認為就是這個 這個大主意 而且我平常聽信專政 我就是電視公務務員啊 我工作完就會一樣 然後每天一間 至少上就會一般人要起床 因為一般起床幹嘛呢 然後就是 載我女兒去坐小子 而且已經 已經 就是這樣子很長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的生活繞過 掌握得非常輕鬆 但是悅羽哥 你有跟你前女友真的通不上電話嗎 嗯 就沒通上啊 我就是 一按 一聲 一聲 一聲可憐 可是要把它聽到的時候 好急哦 那跟老婆說完之後 老婆有說什麼話 你老婆好像有點在找她那邊播 哈哈哈哈哈哈 我好像LL様差經 走啊 哼 � 好好看 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,我是何浩成 哈囉大家好,我是李國一 哈囉大家好,我是郭書堯 哈囉 大家好 我是一iyet 一直覺得 真的嗎 對 對可是我還聽 看什麼看 快聽了嗎 快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